刘雨 我们这边 看来是蓝湖了呀 上 苏家主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当然是等着送你们归西呀 苏家苏鸾丹 一个二流角色 也被站在这里跟我对话了 二流角色 穆家主 那就来试一试 我这个二流角色的将 上 大家长已经被你们杀了吗 你想得到什么 我们杀了大家长 而你守过棉龙技能 顺利的寄人大家长之外 你的话太多了 你以为凭借你们几人 就能对抗我们穆家这么多的高手 这也不止他一人 我也是将要跨向彼岸之人 穆青阳 背叛我 你忘了 我是无名者 你本就不曾把我当做个家人 又何来背叛你说 杀了他们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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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乱动 好啊 穆雪薇 你可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穆家人 你竟然也 我们都是被这世间抛弃的人 非有相互信任 才能到达彼岸 动手 大家长 我们现在需立刻避弃行针 不必了 我能感受到和她大线将至 即便是神仙 也无法逆转生死了 神医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抱歉 不必责怪神医 是我让她这么做的 那日 我本以为已经治好了大家长 可后来发现 雪露一枝梅 根本没有完全根除 今日经过这一战 怕是 小神医 你已经尽力了 沐浴 长河 我们聊聊 长河 你要改变暗河 我想要改变得很多 如今不过时刻开始 我想将这把剑交给沐浴 可如今看来 你更想要这把棉龙剑 其实在很早以前 你也是我传剑的一个重要选择 是吗 这我倒是第一次听说 你以为你做事够狠 你以为你做事够狠 生来就像是要统帅暗河的 你和我年轻时候很像 大家长年轻时 也想过改变暗河 也想过改变暗河 我背后的真相 是你想象不到的恐怖 那么大家长可以告诉我 所谓暗河的真相 究竟是什么吗 别急 那些秘密就藏在我们 下方的密道之中 待我死去 你们尽刻一去看 沐浴 我再问你一句 你真的不要这柄剑吗 沐浴 这世上 只有你拿这柄剑 我才会让给你 现在暗河的深处 有许多我们无法触及的 领域和对手 就算你不想当大家长 如果没有你的辅佐 长河怕是步步惊心哪 长河 你真的想要改变暗河吗 我说过 我要改变得很多 这只是个开始 双日为昌 从我取名苏长河那天起 就不想让暗河 永远生活在黑暗之中 请大家长传棉龙剑于苏长河 那你就握起棉龙剑吧 成为第一个以无名者身份 继任大家长的人 苏长河 苏长河 恭请大家长伺剑 我会完成接下来的事 你今日以后 暗河便没有送葬事 我走了 今日以后 暗河也再没有直三轨 我会铲平替魂店 知道你一直想去家园 只希望每年秋日开花之时 我还能与你重逢一日 倡议一番 暗河的人 若能找到暗河之外的良人 也算是得到真正的解脱吧 出去以后 你继大家长之外 我统帅苏家 我看这个白沈依旧不错 腹白貌美 身材也不错 虽然没有雨墨妩媚 却挺适合你的 再见了 沐云 我们一起 带来一个新的暗号 但我需要先和沈依 去往江南处理一些事情 好 沐云 你真的决定留下来吗 我相信你的选择 也相信 你可以做得比我更好 此事已有结果 我们不再是敌人了 武器 全都放下吧 再见大家长 沐云 你现在还有机会 可以改变竹一刀 不用多说 我们出去了 莎家长 你还真是做了一个 很可怕的决定呢 只有这样的决定 才能带来新的暗和 成为这个天下 不一样的影子 你很看好他们呀 一个足建了新的势力 一个收复了我的猪影十二笑 那我便看着嘛 只是大家长 不管结局如何 你都看不到了 我如今已不是大家长了 我信过牧 也信过苏 却从来没有走出过这片暗和 影子就是影子 走不到广门的地方 苏家 苏昌和先任大家长认可 赐棉龙剑 即今日起 继大家长之位 大家长之位岂能儿戏 先问过我在说 不愿意 我优术 médico 尽快 你还优省了 我优术 还优快 我优术 你 你 我优术 都在那 啊 啊